歡迎Key 自信網 你們堅持擔當嗎 今天呢 我們來到一個知名YouTuber的家裡 平常二輪的YouTuber 大家都知道騎車嘛 打嘴炮 但到底這影片是怎麼進行的 平常他們私下生活又如何呢 我們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 偷偷來看一下他們平常在家裡 到底是做什麼 然後這些影片又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首先我們今天這一位YouTuber呢 看起來相當有同學喔 來看看他的工作室到底長什麼樣子 歡迎歡迎 真的可以進去喔 真的可以進去喔 因為聽說 剛剛這個人放蕩不羈 所以 我沒有整理 他說他沒有整理 有啦 稍微輕一下 但是實際上就是那麼亂 好 那我們進來看 反正我真的很real的好不好 這個平常我們直播 就會看到就是這個畫面嗎 或是這個場景這樣 喔 我剛才在看這個 哇 MT15 喔 看 我現在才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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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平常 你工作 或是說你睡覺就是在這個地方 對 就是其實我工作室跟我的臥室是同的地方 然後你完全沒有整理 我們可以了解真實的你 就是其實很亂 像桌子 像昨天直播就是這樣 好 既然你這樣講 那我就直接從你最亂的地方開來看 可以啊 你本質是攝影師嘛 對 攝影師 所以 我剛剛買 滿滿的器材 你有沒有算過你這幾年下來 到底買多少器材 幾十萬吧 百萬可能 我不知道 接近百萬吧 我剛剛看一下你這邊 到這邊通常都是 這是盒子啊 因為你可能要賣器材比較方便 但實際上可能就是地上的 然後還有盾 真的很多啊 但是 為什麼你會有標數宅男的海報 我喜歡看動漫 對 其實我算是一個 內外兼具 ok 潮南行南再加上 這個動漫 什麼之處 我接受很廣 ok 但你又不騎腳踏車 以前有騎 真的假的 以前我有在騎 常常就是從這邊然後洗到淡水 那你游泳嗎 有 那年底我們猜一下甜 你猜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到處募集名了 真的假的 你現在一句話要不要 剪輯師可以幫我剪一下 不行 我要 要 好他說要了 行啦可以可以 好 我拍過三鐵 我拍過三鐵 就覺得說幹神經病才要參加 不會怎麼會 你拍哪一場 你在哪裡拍 我拍的是 那個 台 對台 台東火水湖 對 我們就是要參加那邊了 就那裡了啦 那個很硬 好年底我幫你抱一個對 不會 不會啦 考慮阿 麥可說還要去 再假賣個半 這樣做麥可見底 對 對 有他在我們就不擔心了好不好 我們再往這邊 稍微轉一點點看到 這邊有個東西我很好奇 就是 十萬獎牌沒有問題嘛 這個大家都有 十萬獎牌 可是 我一直好奇這個是哪來的 參 這是參加youtube活動就會有啊 我參加youtube活動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我參加的時候要送我一個這個 我覺得他們太廉值送 都殺了耶 我有個疑問耶 什麼樣的帽子有資格放在裡面 什麼樣的帽子是放在剛剛外面 因為他外面有一大格的帽子 我送他帽子也都放在外面 那可以補個素材 比較好的才放裡面 因為格沒有 主要是格子不夠 這很可惜 不然你帽子其實我一定會擺在第一個 機車旅遊活 這優質影片一定 大家要 剪輯訂閱加分享 那這邊是工作區 對對對 其實剪輯的話我會雙螢幕剪輯 不是你現在是監控我嗎 這是一個插件 這是一個插件 我跟你講大家看我們影片的時候 一定要用大一幕 高話題 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有4K 其實要好好妥占的力量 我也有4K但是 那是你的臉啊 不一樣啊 人家喜歡看我 我顏值擔當啊 也是也是 所以我們這邊都把臉 直起來了 我承認顏值擔當好不好 你往後退一步 你會發現不得了 他的器材其實 很棒耶 你剛剛說 我覺得你說近百萬 應該有點客氣了 你應該破百萬 沒有假 我含電腦那個當然 因為包含燈具什麼 他其實很齊喔 而且其實我燈具算是 就比較高規一點 那種比較宅重 比較重 因為早上 跑去陪孫生考假 知道嗎 我就說有點 在突襲他 他居然就馬上可以請假 就是 回家來 他的工作已經到 就是大師級的境界了 時間有你自己掌控嘛 沒有 然後晚上說今天要上班說 不是啊 然後結果我這部演出版 直接被翻了 不會吧 不是 其實你在業界的水平算高 所以 還 Youtube 就是你的興趣而已啊 沒有 Youtube其實現在也滿是我的主力啦 因為畢竟周更嘛 那 動態的部分其實就是 現在武漢肺炎 是是是 這個 影響很多啦 其實真的 你們應該 像我們Youtube之前 有一場也是取消啊 取消 然後 東京車展也沒有啦 對 然後很多活動其實都 然後像我主力拍的一些大型的 Party都 也取消 你拍的Party不是有 像Otron 他都專門走了 因為 欸 剛剛有個白癡電話 好 因為你拍的都是 比較 成人像的一些 喔 我本職是對啊 是JKF的 對 因為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他就馬上拿那個 全部都也結義的邀請他給我 成人展 是吧 後來你們有去嗎 沒有 但是我跟你說 回去後製幫我們加素材 那張卡供供在我辦公桌上 我跟你講那張卡 不是每個人都有 就是你買票 你不一定會拿到那張票欸 那是真的是稀有 但我勸你這個事情 不要講出來 因為到時候明年 或今年有成人展的時候 大家就會灌爆你的粉專 說要拿那張卡 沒有 我都只送真的 因為我其實扣打很少 我們其實每個員工 扣打很少 都是直接送好朋友 跟就是 你知道 屎皮賴眼妖 這個 台灣區 機車YouTuber No.1 但他現在就是想說 什麼時候幹掉我 他就可以改那個 是吧 對他過一陣子就 不講高顏值 講高 訂閱就是他超越 我甚至是講 就是謙虛著名 謙虛著名是吧 好 你要了解一個人真正個性 不能從這邊看 為什麼他的書櫃 剛剛進來他一度想扶植我 我們過完 來來來來來 攝影師之心 攝影師之眼 攝影師之魂 但是你看右邊 因為最重要的說 擺在右邊 享受吧 以後的sex 你敢叫你 這邊明明就有 你看 我就說我就是很多種類 對不對 愛情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看起來好像也OK 但是你看看這邊是怎麼回事 劈腿是天性 別相信任何人 為什麼男人愛劈腿 女人愛叨叨 你到底是 對劈腿這個事情的研究 沒有那種 那種小說是 感覺是小 比較年輕的時候 都會留著 我真的很念舊 對看得出也就這麼多 這個呢 這個喔 你先講 這個有沒有用過 這個沒有用過 全新的 好 那要不要給觀眾抽一下 蛤 這個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等一下 我們可以 就是一起用 我為什麼要一直用 為什麼要一直用啊 不是這個顏色有什麼 特別的嗎 沒有其實 就是單純 我做成長的時候 廠商 覺得我帥 然後 然後後來 我一錯再錯 就是每次我正經問他 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會講正話 我真的忽略這件事 好沒關係 但我跟你講我同事一打 他對這個東西 有個慘痛的教訓 真的假的 因為有一年他去日本 然後第一次看到這個 他覺得很興奮 我說買那個 有加溫的 他有一個穩度機器系列 結果後來他跟我說他會燙傷 看他溫度開太高 我不知道 不是這東西不能這樣子 所以後來他就 今天彈出迎光 目前就是這個 原來是這樣 好 保重 你是阻礙當兵 欸 優良好不好 欸這上面 欸 什麼 我靠 一兵 康奧兵 龍退欸 哇賽 靠要聯保場的 爽兵有什麼 欸不知道 聯保場當然爽兵啊 那 優異嘛 你不能 國防部的 你不能更嚇死兵 好 沒關係 那我差不多了 但有一個東西我剛剛忘了講 你解釋一下 顏值擔當 其實這是一個 這是我表妹送我禮物 就是我 表妹 對 就是因為我其實有一個slogan叫 Run hard race when you die 就是 他其實是好像是 玩命關頭的一個標語 就是 不標車 比較low的時候 不標車就等死 那其實那時候我想要 他就是紀念一個 很喜歡騎車的那個年紀 或是那個時期 但是因為這個色調 如果你剛剛沒有講的話 這邊如果加一個 因為我真的是 年份的話 我真的是比較低調一點啦 就是想說 低調的人會把自己照片放那麼大 啊別人送我 我們能 對不對 可能就是 就別人送 但是禮物我們沒有要控制 啊我念舊嘛 所以不管人家送我什麼 我都會 收起來掛心 我就說我一錯再錯 我又犯了這個樣問題 不應該問題 很多粉絲送我一些小情書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小情書是吧 沒關係 既然你想要粉絲 我今天來其實真正有一個目的 嘿嘿嘿 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進行一個大冒險 你的手機有沒有在身上 喔有這樣 好 你先拿出來 幹該不會是什麼google紀錄吧 不是我們這麼無聊 怎麼會呢 我的手機都很香喔 我知道我知道 你先按一下螢幕錄影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訂閱清單如何 訂閱清單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訂閱 就是夢想中出發 那些配合在心裡面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你要有能力 你才能好好去使 很多時候都想放棄 目前這個圈子裡面 我覺得你是考慮比較詳盡的 在心裡 我會不會 在心裡 在心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